欢迎来到404档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2024年3月24日至4月7日 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例如网飞板三体聚集惹争议 吉利老板李舒福体积64等 中国当局在互联网上 持续对于相关的敏感词保持审查 基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公民实验室团队的敏感词搜索检测系统 中国数字时代整理 并且介绍检测到了敏感词 要进一步了解这些审查规则 是如何被发现的 请参阅公民实验室报告 缺失的链接 中国搜索审查制度比较 事件一 中国限制穆斯林摘月活动 敏感词组 穆斯林消灭伊斯兰恐怖 中国限制穆斯林 限制穆斯林封摘 从3月10日至4月9日 是全球穆斯林庆祝摘月的日子 在这一期间 穆斯林需要通过禁食 祷告 慈善活动等一系列活动 进一步加强对于信仰的理解和实践 然而 中国政府在今年的摘月期间 进一步收紧了对于穆斯林封摘活动的限制 3月13日 云南玉西市政府 在摘月月发布通知 限制穆斯林共产党员和未成年人进行摘月 官方除了在当地的学校内部发放问卷调查摘戒人数 也向多地的清真寺发布通知 禁止未成年人进入 有当地官员称 此举是为了避免未成年人受到极端宗教主义渗透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地公立小学已经发放了问卷给低年级的学生 调查学生家中是否有人进行了封摘或者是礼拜 同时 河南州口 洛阳 筑马店 焦座等地 也都收到了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的通知 而有的清真寺已经在门口张贴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标识 云南省玉西市民族宗教局科长爱云东回应称 该文件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 而目前 与摘月有关的相关子组已在中文互联网上受到了审查 事件二 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 敏感词组 逻辑 中国已难命经济增长点 中共陷入了空前危机 忧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停滞 在新冠疫情之后 中国期待的经济复苏似乎一直没有出现 相反 中国陷入了产能过剩 外资撤离 消费乏力等一系列经济困境中 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两个月 工业产出增长7% 这是过去近两年最快的增长 而这样的增长可能与节日相关的支出有关 然而公布的数据在房地产行业几乎没有呈现出任何缓解 一至二月 房地产投资的降幅有所收窄 但仍远未达到平稳水平 而需求疲软凸显出了房地产行业的脆弱性 一至二月 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20.5% 而去年12月下降了23% 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史丹利 前首席经济学家及亚洲区主席罗奇 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表示 中国经济表面上看似强劲 但是内在却不稳定 不平衡 不协调 而最终不可持续 目前 罗奇的相关专访话题 在中国互联网上已经遭到了审查 事件三 走线中国人在墨西哥遇难 中国走线润美人数大幅增加 敏感词诅 走线 赴美 走线 墨西哥 新冠疫情之后 中国公民成为了自南美 中美洲 往北偷渡前往美国 或者寻求庇护的新群体 他们以走线 称呼这一段危险的偷渡路径 墨西哥官方表示 上周 在瓦哈卡州的海滩上 发现了八名中国公民的遗体 该国检方表示 他们搭乘船只在翻覆后沉没 在来自美洲以外的非法移民中 中国公民的人数近两年增长 最为显著 根据统计 2023年 在美墨边境被拘留的中国公民 超过3.7万 是2021年的50倍 事件四 网飞版三体 摄文革 引发争议 敏感词诅 审查 三体 批斗 封杀 三体视频 中国科幻小说家 刘慈欣的作品 《三体》 被网飞翻拍之后 第一集开场 便呈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 红卫兵批斗 欧打科学家的血腥画面 有电影界人士 在网络上透露 三体中 涉及文革的内容 触及到了习近平的敏感点 早在2013年 官媒人民日报 就曾发文 提及了习近平提出的 不能以后30年 否定前30年的观点 参加网飞版三体 前两集的香港导演 曾国祥表示 现在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描绘那一段时期 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这是历史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能诚实地证实它 我们就能从中学习 向每一个人 展现那一段时期的景象 有多么荒谬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事件五 吉利老板李舒福 直播谈及六四 敏感词组 吉利汽车老板 学生动乱 吉利老板六四直播 六四以后 六四带货网红 1989年 天安门六四事件 向来是中共的敏感词 但是吉利汽车创办人 及董事长李舒福 在28日 接受于敏红直播采访时 谈及创业 聊得兴起 李舒福竟然接连三次 提及六四 导致直播一度遭到封禁 六四以后 我就不生产了 因为六四之前的话 我是把这个 生产量很大 但是六四一发生以后 就一切都停止了 在这段话不久之后 直播突然显示 房间被封禁 许多不明就里的网民 纷纷询问 直播为什么被封 于是 由网民开始介绍六四 中国数字时代CT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国互联网上 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 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拆在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 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见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TT.MEDIA 8 请访问